叉肉 哦 好好看 啊 手抓眼光那肯定最少手抓的吃啊 我最喜欢这种牛鞭 被烤的焦焦的 嗨 你们好呀 我是小元 我现在在上海的浙江中路 我们今天又去吃一家新蒸菜 不要看这边看着好像满片啦 但其实南京路步行间就在边上 走起步就到了 这块地方被称作是 上海市中心的新疆一条街 除了饭店之外 还有很多人来这里 买现切的新鲜牛羊肉 走我们干饭去 刚得臂的那家门口招待的小哥 特别帅 浓眉大眼的 我决定下次去吃这家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去吃前面的那家 这家惯惯急 很多网友说 这是上海最好吃的清蒸餐厅 他们家生意好好哦 这一整份的内调看就好好吃 囊包肉 大盘鸡跟囊包肉 还是大盘鸡吧 跟饭人姿势要做出 手抓一羊肉来半斤 再来一份大盘鸡 四个羊肉串 牛肉锅贴四个 准备干饭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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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抓羊肉那肯定就是要手抓着吃啊 套子无底下 这种鸡肉 这种鸡肉是健康的 这种鸡是健康的 这种鸡是健康的 好烫的 那我先讲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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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那这个男子呢 那这个男子呢 可以的 可以的 那我看他要打给我 那这个男子呢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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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种 他们家羊肉真的可憐 肥瘦香 这样吃起来巨嫩 但我瞬间想吃大事呗 他们家的酱料是分两种 一种是直接酱盐 还有一个是这种的辣酱油 其实我当第一口吃的 是空口直接吃的 什么都没有这样 已经很香 很好吃啊 它这个酱盐的话 很容易盐的量会酱得多 而且薄辣酱油会比较好吃 很香 巨香 哇 太晚了 看到这颜色 根本冷不住啊 这超级香 不知道大盘鸡 你们最喜欢吃 你们买的什么 我是最喜欢吃土豆了 就那种粉粉的 软软又面面的 这还蛮酱汁的 我现在买了汤吃个精华 鸡肉 刚刚看到了吗 骨肉汤那一咬就分骨了 鸡肉吃上去很香 但我感觉会稍微有一点点吃 他们家边上的那家 工作也很好吃 但这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就是来的时候 门口引冰的那个小哥 讲得太帅了 这期视频一点赞到100的话 我们下一期就是去拉卡卡 边上的那家新疆菜 带你们去看帅帅的新疆小哥 然后开始变赞 变赞本人 这大盘鸡我一定要来玩米饭 我认为为了米饭 就证明我不喜欢它 证明我觉得它不好吃 但是它这里面的面皮就真的一般性 满拉卡的这面皮对整个大盘鸡而已 毕竟正宗的大盘鸡 我想好多人都说是要吃你们的面了 拿面裹那样汤汁吃 你们有什么吃大盘鸡好吃的餐厅吗 也可以按例给我 好多人吃 谢谢 爽 就这样子配斧豆袋配米饭太爽了 大盘鸡你们喜欢配米饭还是配面条 谢谢 两六串 太香了 太香了 香 我最喜欢这种牛鞭被烤的焦焦的 南口油香跟羊肉串的肉似的 超级爽 他们家羊肉串是6块钱一串 我觉得是6块钱的羊肉串里面很好吃的 他们家的牛肉煎饺 老酸奶 它上面撒了黑芝麻 然后还有葡萄干 我看网上说 这酸奶还蛮酸的 可能因为我比较能吃酸 我可能还好 好像吃的真的太爽了 而且他们家就手抓羊肉 真的很好 跟我在西北吃到的可以说是 很接近的 唯一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 西北的羊肉奶香味道会更加浓一点点 就比这样的奶香味更浓 这家蛮正宗的 在上海的时候很正宗的 这真的很正宗的 西北我们去玩过两次 一次是最疯狂的一次 是我们两个开车 从上海自驾开车开到的大西北 乔乔沿湖那边一路开过去了 开了两个多月 另外一次就是飞机飞过去 然后落地之后玩了一圈环线 西北的羊肉真的特别好吃 吃过一次之后 印象深刻再也忘掉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小圆的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点个赞 拜拜下期见 谢谢大家